我帮你当人看 我帮你当市民看 然后好好的把你教育 我帮你当人看 我帮你当市民看 然后好好的把你教育 好同样也是引发争议的要来关心 在上个月29号 阿美族行动联盟到总统府成情 要求政府要归还他们在花莲所使用的土地 但是当天呢 府方不只要求 他们必须要卸下传统配刀 走侧门入府 接待的总统府参议黄大军 态度又很傲慢 那么今天阿美族行动联盟 再度召开了记者会 要求总统府道歉 黄大军下台 我们也是说 我们平常工作很累 下个礼拜就过年 过年一下就放过六天 你就不能就 我们这六天就在办公 怎么样过些时间 我跟你讲 我们会尽快答复给你们 我现在给你们保护 不不不 这样不行 穿着西装坐在画面左边的 就是总统府参议黄大军 阿美族行动联盟公布上个月 这段到总统府成情的影验 控诉黄大军态度傲慢 我们政府 总统府政府怎么样进展 所谓的规环是什么的意思 跟资料行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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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 那你们不用做功课吗 那你们公布人在干嘛 我们就做的功课很多啊 他就叫我不要做记录 那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不只赃门大 语气中还透露着些许不耐烦 协商时 只见黄大军整个身体 摊在沙发上 两手空空还没带纸笔记录 让陈琴的阿美族人 无法接受 接待当中 非常的粗暴 任何一个起老部落的妇女 代表 长到一半 她随时都可以打断 没有做清楚的这个记录 那记录 也都随着她的想法喜好说 这个重要 记下来 记下来 一般的人 朋友见面 陈琴对话 都不会这么的出路 让主任 我们部落的总统 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 当那么到远来 就碰到这样 根本真的是是 我们不喜欢讲那句话 但是真的是 没有把我们当人看 黄大军先生 不礼貌的人 应该要下台 阿美族原住民 还秀出照片 证明当天 入府成情时 早就卸下传统刀事 但总统府的新闻稿 竟还称他们 坚持 攜带翻刀 连我们国家最高的单位 总统府 都还在 这样称呼原住民的话 我想 从上到下 其他任何一个行政机关 都会用同样的方式 去歧视跟压迫原住民 阿美族人 站出来真公道 声誉人士 和邹族歌手高慧君 也现身记者会立体 我自己身为州族 如果将来哪一天 州族的族人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我一样会站在这个位置 虽然这个位置 对很多的 像我的同行的朋友来讲 他们觉得我在做危险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不管它危不危险 就是以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都认为是我 我觉得是我该做的事 不分族群 原住民一起要马 政府学习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也主张捍卫自己的权益 明镜新闻 我把你当人看 我把你当市民看 然后好好的把你教育 我把你当人看 我把你当市民看 然后好好的把你教育